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4年就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硕士毕业以后 我选择了自己做独立艺术家 《跌来北京》呢 这个作品是我本科的毕业创作 我从小的记忆里是 跟我父亲的关系是非常亲密 父母的辛勤劳动 然后来跟我们上学 包括他长期都会在下地的时候 跟我们说一定要好好学习 创造更好的价值 到了北京 然后他都没法来到北京来玩 在我做他这个作品之前 也从来没有来过北京 我想做一个他 以及对于他作为中国 最普通的一名劳动者 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吧 我想去以我父亲为题材来做 我以一种裸体写实的一种形式 来体现了我的父亲 然后当时当然也 征求了我父亲的同意 他也非常支持我 我把它做成一个 相对夸张的一个抄写式人物 后来做了这件作品以后了 我想不仅仅就局限于 我在工作室 或者在展览馆去展示它 这样的话只有少数的人 才能看到它 我想艺术应该是 去走到大众里去的 那么我当时就突发奇想的 要把它带到很多地方去拍摄 去做一个行为的展示 当时记得去了天安门啊 鸟巢啊 搭裤铲啊 这些地方 在这个拍摄中收获很大 本来我以为应该是学问更高 或者是身份地位更高的人 更能接受雕塑艺术 更能接受裸体艺术 但是其实不然 比如说我去了洗酒吧拍摄 然后有一些民工看到了它 特别高兴就跟它进行合影 但是我去了一些像国贸 去了像间外SOHO这样的地方 然后在那边拍照 很多这种穿得很华丽的白领 他们看了这件作品 他就赶紧跑了 赶紧就躲开了 他觉得可能觉得是丑陋的 也有可能是觉得是暴露的 包括我所在的学校 其实有很多学生是表示批判的 他们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要把你的父亲的人体 身体裸露出来 来给大家看 但是我想体现的是 人体其实就很好地表现了 一个人的生存状态 以及他的经历 每个人是不需要衣服 就能体现身份的 并不是说他生活在农村 他的条件比较艰苦 那么他这一辈子就不是成功的 我父亲作为一个农村的父亲 那他是成功的 他去拥有他自己稳定的家庭 并且让孩子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然后不干预孩子的理想 这个我就觉得他很成功了 忽然间我就解惑了 我觉得我比别人要幸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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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